马来西亚水患期间 蓝天白云无私的付出 也感动了许多人 西瓦与妻子亲眼见证 慈祭之工走入灾区 为灾民清扫 而这一幕幕也烙印在他们的心坎里 激发了他们做个手心向下 帮助自己同胞的人 慈祭人在水患付出的身影 在慈祭会员西瓦心坎里 久久抹不去 这份感动 促使她更热情于投入资源回收 太太沙罗家跟丈夫一样 两年前已成为慈祭会员 这一次水患 她印证了善友善报 水患后 空荡荡的家还来不及恢复原貌 但她却不想错过回馈此际的机会 领取祝福金当天 她不忘带着竹筒来布施 付出与回报形成善的循环 沙罗家幸福的笑容 蕴含着这一份体悟 大爱新闻 昨晚静林彦军 马来西亚报道